菩提是觉悟啊 这个大悲心能帮助你觉悟啊 没有慈悲心的人迷惑 愚痴啊 有慈悲心容易觉悟 真正有慈悲心 真正看到众生造业 看到他将来的苦报 那你觉悟了 菩提心觉悟之后是先求自己 菩提心的体真诚 自受用就是清净平等觉 自受用啊 他受用就是大慈大悲 以大慈大悲待人结福啊 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 那我们怎样去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古身先先讲得好 头一个要深信 接着研究 那必须在生活当中 自己把觉悟的样子做出来 那觉悟的样子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念头心态啊 要转过来 那过去没有学福 没有学圣行教育 齐心动念是自私自利 活在世间上是为悟 这个心态错误了 觉悟之后呢 我活在这个世间不是为我 我是为人 为谁呢 为六道苦难众生 这就不一样了 我怎样帮助人 现在众生自私自利 我要做个大公公司 那现在人都是自利嘛 我信我全心全意 我利他 我不自利 这种人有没有 有 少数就是了 不能说没有 这就是有慈悲心的人 台湾三重 由年卫老师 看到 许多单亲家庭 等于孤儿一样 没有人教养 他们两个发现 自己办一个教室 专门收容这些小孩 弱智的这些小孩 来帮助他 全心全力教导他 好像今年是13年 14年 沉寂作主啊 自己待遇很微薄赚低一点钱 全用在这里 我看那个报告的时候 我看那个报告的时候 好像13年他们用了台湾钱用了 八百多万 好像是 不容易 现在得到社会的赞扬 得到国家的支持 那个住房 这个房东啊 从此以后完全不收房租 被他感动 这是有慈悲心的人 什么力量在推动他 慈悲推动他 真正的爱心在推动他了 我们非常希望他的影响 能够影响他这个小城市 政府就奖励他 协助他们 将来将这个小区小市 变成一个木范的小城 无量功德了 真正是救护救难啊 你看 他们以身作者 自己做到了 这叫法仙啊 嗯 这叫法仙啊 这叫法仙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